当然我们可以有时间去大自然里面 我们除了鞋在草地行走下 就可以做到接地器 但是城市人工作这么繁忙的时候 其实现在市面上已经是有一些接地器的产品 在我们的健康店 这里有很多的客人买了回去家里 每一天都可以接受到这个接地器的治疗 接地器的产品可以在我们陆创意的健康店 可以买到的了 联络电话是28824848 以下节目内容 纯属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与本台立场无关 各位网上听众 你们好 我是袁大明 很高兴今晚又能够和大家一起探讨一些 近日香港发生的事情 或者正在困扰香港的问题 那我们香港出路的这个网上电台节目的目的 是希望为香港尋找一条出路 能够真真正正解决香港面对的问题 那我们不是希望 只是和大家一起大事批评 政府某机构或者某人对某事处理都不好 那大家发誓一轮就算了 那我们希望能够深入一些讨论问题的根源 了解问题的来龙去物 从而提出一些具体性的解决方法 还有建议我们每个人 其实在这种情况之下 可以做些什么可以帮助解决这个问题呢 那简单来说 如果你是那位当事人 那在当事的情况之下 你会怎样做呢 那我们今天就会继续说回我们今次特首施政报告 那我们上次都说过了 施政报告里面的内容其实都很多的 那每一样东西都会影响香港的前途 那到底它里面的所建议的东西 对香港是会帮得多少呢 那我们觉得应该都是详细一些 大家去深入讨论一下 那在我们香港这个出路这个节目呢 我们现在将来有一种新的安排 那我们每次我们要讲的那些课题 背后的那些背景资料 我们就会在我们的网上就是放了上去 或者给一个那些连接线 那你可以去看回的 那譬如今次那个施政报告里面 那其实有二十六二十八页子的 那这二十八页子呢 其实我们的网上就已经放了一个link 那你有机会你自己上网去看多资料 那跟我们听我们聊天 或者你可以参与的时候 是更加容易参与 因为你要知道背景的资料 那好了 那我们欢迎大家能够封烟 和我们聊聊天 那我们那个 那个电话是21341134 好 那我们今天有 和我们一起 继续谈谈这个节目 那有黄岸然 和李永康 那好了 那我们上次都说了 就是二十八页子里面呢 其实我们说到第六页 最主要是将那个十大 基本上的建设 我们刚刚讲到的 那我们继续讲下去的时候呢 其实我看下我觉得呢 你跟回报告的内容 那原来呢 下一步呢 他就讲香港的那个金融中心 那基本上呢 就要和那个 就是中国内地的金融体系 融合它 那建立一个 互保互助互动的三户的关系 那 就是这件事我都 就是 什么意思呢 他说这件事呢 可以令到我们 香港的金融史上 根据特色 广度和深度 是能够得到进一步的拓展 那香港国际下金融中心的地位呢 会得到进一步的巩固和加强 那 现在香港这个金融中心 现在是什么呢 是不是一个很地方性的 是香港本土呢 就是现在的情况是怎样的 曾经试过 就是找一些美国股 在香港上市的 大的美国股 微软都试过在香港的 来香港上市 不是 就是来香港挂牌 挂牌 挂牌 对不起 来香港挂牌 但是效果又不是那么好 没有什么人有兴趣 因为如果有兴趣的那些 他就直接在美国那边买 现在无缘望 作为一个外国人 去买外国股 其实过去不是那么容易 现在世界已经是互联网一体化了 你想买什么股都可以 冰岛股都可以 那你都要开一个币 你都要去那个地方 去开一个币 不需要的 那互联网你可以去买 我去买美国 买一些经 traders 对 那那些trader在香港 在那边 香港 那都可以的 又很久了 很久以前 就是你有一个经纪 有一个经纪帮你买 可以的 是的 那要一个经纪 那经纪是世界性的 即是一个世界性的经纪 即不是香港经纪 这个经纪是可以帮你去处理外国股票的人 那他在香港有间公司 那你才可以通过他做到 是啊 那不是说我上网 那我就加入 就是上网可以买到 上网可以买到 上网就买到 即是去开个币 是的 去那间公司开个币 但那间公司始终都是要一个 有国际牌的 那些 不需要的 其实他 他识常识而已 即是他自己都做不到 那么多个小个国家的股市 即是我分一些 我做美国市 我想买英国的 就可能有英国的partners 那就跟英国那边买 交收 那都要经过一个 所谓这些交易的公司 有交收程序 交收程序 但不是一个很烦的 很容易 就是现在基本上 你买任何一个国家的股票 和买香港股 是一模一样的 好了 那这个和中国 是不是都是这样 中国很明显不是这样 中国因为它是A股 A股 一定要有中国的身份证 即是中国的居民 才可以买到A股 如果你是香港人 你没有中国的身份证 你买不到A股 理论上 实际上 当然有很多人 有很多方法 是买到A股 如果他现在要提出 这个金融体系的融合 即是打破A股 和H股 在上星期开17代的时候 有记者问过一个问题 之后他就很快就否认了 不是A股 因为如果A股股 如果A股股股 H股股就升到八把声 因为你想想 有哪些股股股市ؤ 香港人买 大陆人买 外国人买 两个价钱是不一样的 因为这个是计划经济的结果 它不是完全开放给你的 变成好像A股的PE很多是60多倍 平常80-100 等于80-100年才回一倍 利润是这么低的 但它还升 但同一只股票在香港是三十多倍 所以香港便宜很多 贵多两倍都可以 背后为什么中国要有这么一个局限呢? 因为它是一个不是自由开放的社团 我最近是限制资金出路 对谁好呢? 对中国好呢? 对它的政权好 可以帮助它的政权稳定 因为很多政权会倒台 就是因为资金混乱 因为现在我们看到有一个情况 就是地球一体化的推动力 其中它通常说 资金的市场要开放 但我也看到 在这种情况之下 很多国家就被很多大岳走去搞 其实那个金融方面背后只有这个原因 好像拉丁美洲那些国家出现问题 都是这样的 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发现 真真正正的这些基金的钱 其实它不是真正正的来投资你的企业 帮你的企业发展的 它只不过是来拌油水的 所以我看到过去金融出现问题 就是这些基金 你都拿钱的 所以某个程度上 我看到中国这样的安排 就是说 你大陆国内的人的钱 你要放在我们国内的投资 虽然那个利润不是很高 但是你是真真正正的 投资在那间公司的企业 不是给外面的大财田机构 帮我帮你杀掉 如果大家了解这件事 其实这件事不是不好的 其实过去很多这些所谓的 经济的动乱 都是因为我们将这样的 资金的市场是国际化 吸引很多这些大岳 来掃我们的钱 我觉得如果大陆中国的人 可以来香港投资 那就是它的钱 可以给外国基金去掃走 应该是香港的情绪 应该是香港的情绪 刚刚又不可以 因为我们上次的香港都要 因为它不会说一次过 就给了中国那么多亿的资金 就是如果它比 如果它比 限制一定会有限制 非常之大 限制人数 限制数量 还有很多限制 外国那么多 不同的投资公司 当然可以做市 但是你不要忘记 现在最大做市的 不是外国那么多投资公司 而是中国一般的股民 中国的股民 因为它不是做市 中国股民是有钱 没有地方放 大家都看 PE ratio是不值的 但怎样呢 钱在这儿 又没有其他做生意的机会 那你便放在那里 所以我觉得现在可以解释到 为什么这个泡沫一直都未爆 因为真的怎样爆 那人真的有钱 没有地方放 但是如果你给它开放在外国的基金 来跟你玩 那它就很容易玩死你 我觉得 我看回拉丁美洲 好像去阿根廷 其实也是出现一个问题的 那个泰国的 当时的金融风暴 亚洲的金融风暴 又是这样出现的 我觉得其实没错 因为那些是大鳄吃小鱼 但是今次是大鳄 未必吃到一只大鱼 就算吃到一只大鱼 它也吃得很辛苦 它不是大鱼 它不是大鱼 它是大鱼群 吃得很辛苦 就是数亿的 中国人的钱都没有铃鱼 中国政府有钱 有人 还有所有东西 发挥可以全场的许定 当时香港也是港府干扰去阻止它 如果不然也是被人玩死的 我经常这么说 这些金融炒烂烂烂 而追赚钱的人 这帮人其实是一个很丑恶的现象 这帮人真的没有做过建设性的工作 而赚那么多钱 我觉得是这帮经济学家 这帮人制造一个这样的机制 方便它自己来到掠水 说出一句 对不对 Anyway 大家看看 很多经济上的问题 不是我们表面的人 不深入看看 都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好了 金融市场深化和多元化 是同一样 对不对 人民币的市场持续发展 即是香港可以多接受人民币的交易 很简单 人民币信得过 有人肯信的便可以用得着 现在人民币很多人都信得过 还有很多人都想拥有 即是变成时候 因为每一个月 都有很多亿的钱 都是用美金进入中国 换人民币 因为人民币升值 所以为何要这么多钱 要留出来 因为我是外面的人 用美金给了你 换人民币等升值 中国便拿着我的美金 那你拿着美金来做什么 两样东西做 一是买美国货 一是买美国的资产 或者买其他的资产 但如果他买美国货 买美国的资产 他又怕 就是蓝蕭米 很容易被人吃掉 但如果买回香港 买回香港的资产 香港是一元 是七点七五美金 其实那是美金 可以将它运回来,变回了安全的钱 主要是这样 还有就是争取香港金融机构扩大内地的业务 更多机构利用香港作为平台走出去 和大家看的差不多 还有关于开发伊斯兰债券市场 我们都问过很多人都不知道是什么回事 伊斯兰债券好像从来过去都没有什么人说过 在这方面你知不知道? 真的不知道 黄河英知不知道是什么事? 知道,没兴趣 第一次听见,没兴趣知道 债券这么大件事都是 我知道在回教的宗教里面 他们是不可以收利息的 这是宗教教义的 我不知道在回教的银行 债券没有利息 怎能取得债券呢? 没利息给谁买债券? 所以我不明白为什么会有这样的 所谓伊斯兰债券呢? 还有他们所谓的利息 即是不可以用暴利 即是违反回教宗教 你可以有利息 起码要开资、开工资等 但如果债券没有利息 也有个办法 我不知道是不是 如果债券没有利息 也有个办法做 例如,我借你那笔钱 和我做一间厂 如果那间厂成功之后 会升值 即是那间厂是股票 即是将它变成股份制的时候 可以将债券变回股票 给你,等于有利息 即是有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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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不很难的事 但即是是否这么容易进入 因为伊斯兰呢 其实财务的产品是不难想的 最难就是打入市场 伊斯兰的一个体系来说 都是一个很封闭的市场 即是不是他自己人 是很难做的 所以我很怀疑是否能否做得到 那可否要特别政府去和他们交涉 用政府的影响力 将他们安全去 我不是很了解 但很多人暂时都不知道 那件事是什么事 至多是主席去访问一下 或者是温总理去访问的时候 谈谈 但谈谈谈 始终你都未做得到这件事 即是如果做得到这件事 甚至早是美国行做了 还到你吗 即是证明都是另一个假大空 OK 好了 接着呢 他说发展国际仲裁的服务 即是香港成为亚太区的仲裁中心 即是为什么要做这件事呢 即是否过去遇到什么糾纷 譬如中国财务的糾纷 我经常都听到 我自己也认识的病人 在那边被人飙心 做商家 即是我自己在病人里面 已经有遇到几个这样的人 接着很常见 很常发生的 好了 他说要将它成为一个国际仲裁中心 即是因为这个原因 即是很多这些财务的糾纷 大陆是没有结果的 是不是这样意思呢 嗯 仲裁我就知道是什么 如果没有错的话 国际仲裁中心 没有所谓是否国际 即是如果你提供这个服务 那其实一定是在提供的 即是你逢一个商业制度 不会没有仲裁这件事 那可能它是香港 香港 是否要特别的安排才能够 那个做法是怎样呢 如果你有商业糾纷 通常最简单 即是最实际 就是要去法庭解决 很多商业合约 大家都不想去法庭 可以在合约写明 就一定要仲裁先 先仲裁然后法庭 有个行业叫做仲裁的行业 是个村业合会来的 是 要考试的 要读几年书 你有了这个资格 基本上是等于读了 基本上都是 是 那其实是 你用法律的原则 去跟它 用一个计划出来 即是如果你两边有争拗的时候 这个计划 你用一个仲裁方案 如果你不跟 不跟他就可以 因为这个不是法庭 是仲裁之一的服务 即是找一个中间人出来 拆掉它 就是这样 这个中间人就收钱 就是服务 即是一个服务 或者商业的服务也好 因为他有说 仲裁条例的草案 咨询公众 即不是说 在我们香港的法庭 将它国际化 我当时也不太明白 就是这样 就是一个商业服务 即是我们有一个 是会国际的 好像有些地方是 这个简单 全资是想怎样 是的 因为仲裁一向都有的 它又不是司法制度 但一定是并存的 因为大多数人 做重商的人 是不想打官司的 是 它有个好处就是这样 如果这个专业的仲裁员 给了一个计划 比如说你赔多少钱给他 然后他就赔一些货给你 这个计划 那如果你不跟 不跟 你就依然打官司 打官司 是要分你胜负的 赢了输了 是是是 如果你赢了方也好 就算你的道理赢了 但是你花了很多律师费 是是是 输了方便拿了仲裁的报告 我曾经 找了仲裁做了报告 他就不肯跟 不肯跟 打官司 那你花了这么多官司费 那个案子你赢了 但官司的钱 就律师罚人给你了 要求不给 通常他就会接受不给 因为你无谓地 用了很多律师费 是是 有很大的作用 哦 即是如果你不想 即是就算那个方案 可能对你 不是最有利 但是如果你打官司 你会花了很多律师费 是是 如果你用了方案 就不用了 而且你以后 你赢了官司 这些官司会考虑你没有跟 那个仲裁方案 嗯 那我们看到有很多好处 第一 就是一般的法官 真的不是很多 对商业的糾纷 商业背景 那些运作 可能不太熟 当然他需要很多 所谓专家 来指点他 或者做那些 expert testimony 靠那些 又浪费很多钱 有这个仲裁 其实可以解决到 我们过去经常都提出的 即是我们的法律 是不是一般人 可以允许到 是吧 其实一般商人都是这样 他只有一个人 是吧 他打打公司 可能几十万 一百万 那这个是一个好事 即是将来 我们都可以想一下 即是如果将来 我们说 我们香港的 那个法律的 不公义的地方 其实我们是否可以 用这个方法去解决它呢 外国有很多电视节目 不知道是不是是show 很多时候 在电视节目上 大家审计的 是真正的法官 真正的法官 就是在那里 其实就是仲裁的 在电视节目上 帮你仲裁买 不是仲裁 不是仲裁 把你当show 但是真事 应该是 你是真正的 你是真正的 有个得拗 可以公开审 给你看 美国的方案 那个应该不是法庭 不是法庭 就是他的决定 你可以不跟 但是 其实某程度上 他和这个人都很相似 是 但是一般仲裁 其实是跟你的行业 给你建筑行业 他那个仲裁员 往往是 建筑业内的人 大家写明是 找商会里面的专家 就是行业的商会 那你便容易很多 就是得出一个结案 你刚才说的 就是说 不用靠一个官 因为官可能完全不懂 你的行业 建筑行业 或者医药的行业 医药的行业 医药的行业 很多合约 但是你行业有些习惯特别的东西 所以你这样写 是吧 或者咬起来 哪个不对 哪个不对 有些比较技术的东西 就是行业的 这些公司的行业的行业 就会好很多 就是要勾一个方案 就可能公平合理很多 是 其实这个 你虽然好像一个 可能很片面的出现 但其实背后都挺有趣的 因为我们知道 其实很多些 所谓古民族 他们当时都没有一个 法律制度 国外是很完善的 这个制度 是远远比法庭 很多都是用这个方法 最多的就是家庭调解 是的 有十单 有九单半 是靠调解 搞乱了他们 需要用法庭 是的 因为法庭有很多 技术上的步骤 香港的律师 这么喜欢叫你去法庭 那当然 那当然 就是符合我们一向说 很多的问题 是专家制造 所以靠专家去解决 法律公治问题 是不可能的事 但一了解这个问题 很多事情 一想就很容易想通 好了 接着他说 经贸的发展 他说 国家十一五规划 首次明确表示 支持香港发展 金融 物流 旅游 资讯等服务 以及保持香港的 国际金融 贸易 航运中心的地位 那就是 有些就要 就是保持 那有些是再这样 去发展下去的 那也都希望 香港的 港资企业 在内地成功要 转型 升级 转移 和发展品牌 不但要在于 国家的整体发展 也都会 带动香港服务业的增长 那这个我想 OK啦 是吧 帮助下 发展得好些 好了 接着他就说 朱三角港商的转型 那原来呢 最近内地呢 有些所谓 加工贸易的政策调整 那就是 对香港来说 可能以前很多些 优惠啊 之而此类啊 比如你加工 有很多优惠的 不是在那里切厂 那已经有调整了 新的挑战 那他们就要再做些事情了 那就是 帮助一些 香港的 那个业界 就是在这方面呢 就是 拿到第一手资料 即得他怎样去 即去适应 这个新的挑战 那跟着呢 他们呢 他们都会改善 中小型企业的 资助计划 协助 业界呢 是提升 生产的设备 和开拓新的市场 那呢 和中央政府呢 在 决定在 抬账保证金呢 即是有赖帐 是中央政府呢 会帮你去看看 那样呢 真的不懂 巧纳抬账 这个字眼下 就是 听起来好像 很多的财政的糾纷 大家都知道 香港很多商人在那边 吃过亏之后 都投诉无路 那他就整出一个这样的 巧纳 是不是这个意思呢 真的不懂 我大家都不明白 不明白 如果大家在网上听众 这方面可能对我们 比较我们 比较我们更懂得多些 是的 让我们大家学一下 好了 那还有呢 好有趣哦 他说原来呢 特区政府呢 在九月召集了 一个十一五 与香港发展经济高峰会 在高峰会里面 有四个专题小组呢 在今年一月呢 已经提交了一个 前瞻性的行动 纲领 好了 提出五十项策略性的建议 以及二百零五项具体性的建议 其中有一百项建议 已经开始落实的 那 其实我们有没有知道 一具体是什么呢 哇 很详细哦 他们不是就这样 在概念上说一下 就先策略的建议五十项 大家有没有听过 其实他们在说什么 有 看到他们开过很大的会 在会议展纳中心 没有很多人都在 拍了很漂亮的照片 不是 他有报告的 具体的一项一项一项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一 数到二八零七项 不是就这样 有 我知道一定有报告 还会很厚 但是 都没有什么人去看 没有人报道 是 就是 我觉得是没有什么人去看 我自己都不太知道 只知道他在外面拍照 好了 还有 公平竞争环境 我们都看到了 公平竞争法 他很有趣 他说了一件事 他说公众是普遍 对竞争法表示支持 但是企业界仍然担忧 这个法律可能会对企业 尤其是中小企的前景 正常运作造成负面的影响 好了 为了萧Sir这个疑虑 我们会在提交条文草案之前 公布建议法例的详细内容 给大家再讨论和检视 讨论了二十年了 好像是 几十年了 公平竞争法 公平竞争法 是的 十年前 我认识的老友 罗长国 做了两年多 立法委员 那时候准提私人条例草案 我曾经草议给他 非常英国的不公平竞争法 但是草案是不可能的 结果是好 他怕了 很多人游说他 政府 消委会 还有商人 他的老友 叫他不要搞这些事 他不敢 我们做了一段研究 结果他不敢拿出来 是 很明显 说来说去 他还在说 是 今年曾经 他竞选联任的时候 是很清楚说过 一定要搞这些事 不公平竞争法 是 不能忍受香港的不公平竞争 现在 收回来 看这句话 我只是继续研究 一定要搞 继续研究 从来都有人反对 只是宣传民都常常反对 宣传民都常常反对 宣传民都常常反对 他都说他们 Cato Institute 他们的原则 除非你说 美国是资本主义 最陆后的地方 人家一百年前做了 Anti-Chocet Sunset Sharmonet 这些 他在美国读书 不知道他有没有留 他有没有说过 他在美国 Michigan 对 美国经济那么厉害 人家不是靠不公平竞争 一百年前 有远见 阻止这个壟断 所以经济那么厉害 现在香港 香港其实不是自由 就是有大挫断 这些那些 所有人都知道 当时我们都请宣传民和我们谈过 公众都是这样想 我们现在很多大财团 壟断了 但当时我记得 宣传民说 其实背面 如果你实行起来 灼漏的问题 不是大财团会影响到 其实一般的企业 中小型的企业 很多时候都会 可以利用这个 这样的条例 是制造很多的 对竞争有利的 不利的问题 就是他当时我记得 阿葛 根本都未曾发生 他怎么可以预测的呢 就是他怎么会 推理到这些东西出来 我完全不明白 那他给了几个例子 他当时给了几个例子 我记得他当时所说 都是说一些公司 就很容易出现这个症状 小公司就不可能搞到小公司 因为小公司没有能力的壟断 法律是针对大公司的 反过来说 是很荒谬的 你看一下经济学家说 我们不要听一些 知不知道的 我觉得 好 好了 那我们休息一下 我们继续一下 哎呀 你轮转天来 风湿骨痛好辛苦啊 奶奶 我刚刚买了一个最新科技的 太空小凌晶 可以迅速舒缓任何痛症 那就不怕风湿骨痛了 哇 那么好 那买多个分享给二婆 太空小凌晶 可以在六创二健康店买到 电话288248400 网址是www.h-e-a-l-t-h-s-h-o-p-dot-com-dot-h-k 好了 那我们今天回来继续 今晚我们的讲题 那我们仍然有黄爱然 和李永康 那我们就继续讨论 那个施政报告 就是我们觉得 始终施政报告 就希望大家不要觉得沉悶 因为其实很贴心的 就是我们 香港会发生什么事 政府想要做些什么 其实说真的来说 我们都是 香港出路 整天都为香港想想 那既然 政府想过那些东西 到底是不能走通呢 做好之后 是否会更好呢 那我们觉得应该是 我觉得是值得 我们去大家去跟进的 那我们因为呢 我们为了方便大家 听这个时候 有我们的背景资料 清晰一点 那我们网上 已经有一个link 在施政报告的link 那大家有机会 就上去看一下 那我就会 听起来 或者大家有些什么意见 都可以 在博友好 跟我们谈一下 好了 那跟着呢 我们就继续讲下去 就是那个强化政府 资产的管理 那就是当然了 就是香港政府 投资那么多 那么很多资产上的管理 要做得他好些 提高那个资产的回报率 和提升那个管治的水平 我不知过去是否做得很差 是非常差 非常差 很差的 在任志刚的领导之下 那个回报率是非常之差的 2厘3厘而已 是吧 是 总之 总之就是 亂订票 买股票 都多过他 那他 基本上 应该炒了他 是的 那将那些钱 就买美国的定息债券 都多过他 那我买的那些也有四厘五厘的了 哦 就是 我不懂买 隨便买都是 都有四厘五厘的了 外汇基金投资 是三厘不够的 交给任志刚 八百多万 九百万延伸的 比哪个 美国那个 Fedder Reserve Bank 的Chairman 还高几倍 那个人 就是比柏林斯盘 高了七倍 人工 哈哈哈哈 为什么没有人出声啊 有没有人说一下 不是啊 孙梅宗 孙梅宗 一招你就做了二十年 一招 一招 即是 联合回你一招 不动 死都不动 那你就做银行 中央银行长 多人七倍人工 多个蓝斯盘七倍人工 七倍人工 好像是就走了 是吧 终于肯赶他走了 我经常说 香港是一个很有趣的 说句不好听 是香港是一个 中庸二人赚大钱的地方 不要对不起 哈哈哈哈 中庸二人赚不到大钱 不是 用才才赚大钱 用才才赚大钱 听话的 听话的人 没那么厉害的人 大钱 你找个司拉去摆定旗 都赚到五厘回来的 你交给任志盘 都三厘 那你都不是用才 所以我奇怪 为什么会要说这件事 当然有些问题 才会说这件事 嗯 OK 甚至刚当做约的时候 要省水 就不会被人做约两年 现在做约只有两年 哦 哦 是啊 据说是两年 最好就不好 立即叫他走 两年成千多万一年 不是 但看看美元对港币 即是美元今年的季度 是怎样 反正是不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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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如果有什么事 冲击港元之类 等他揉一下锅 他怎么揉 他都走 即是这样的情况之下 都平稳过渡了 挺平稳过渡的 嗯 好了 环境保护 OK 香港的基建继续 好像 他说 很多的建设 背后 在报告里面说 如果香港的基建继续 好像以前那样 拖拖拉拉 说完之下 又不成事 那样 那我以后呢 付出的代价 是必然越来越大的 那这个大家都知道 是吧 就是很多的 就是那个 人工啊 建筑费 越来越贵的 这个大家都知道 那但是 如果 就是 匆匆忙忙 做一些是 没有意思的基建 可能那个 浪费更加大的 好了 那他说呢 我们那个提出的 进步发展观 就不是单要追求发展 而发展 也要追求整体的进步 除了要取得经济效益之外 也要取得文化社会 环境的效益 进步发展观代表 一个可以持续均衡 和多元化的发展方向 目的呢 是给香港设计成为 一个优质的全球城市 挺好的 好啊 讲讲那三样东西 是什么呢 进步发展观 三个原则 第一 就是基建带动经济 嗯 第二 就是要活化社区发展 是 就是带动社区发展 是 不顺便是 活化 那些警署上都整个庭 嗯 以助人自在理念 推动社会和谐 那就是 不是给钱 就是说要 製造一些社会企业 那样 给那些穷人 就是整体 就是整体 就是不给钱 嗯 总之就是希望社会进步 大家都好 是 是 那 如果做得到 是好的 如果做得到 那做不到又怎样呢 那些人不是饿死他算呢 好了 那我们看一下帮帮他 就是我们都是帮帮他 就是帮人想想 哈哈哈 公道些 大家帮人想想 好了 全球暖化的危机 香港呢 1995年至2005年的时间 能源强度 就是每个单位 本地生产总值所使用的能源 已经减少了13% 就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能源的强度 英文是什么意思呢 是每个单位 本地生产总值所使用的能源 减少了13% 应该就是 因为通常来计 就是每一个生产总值增加 你能源的消耗都会增加 对 但是我们现在用能源 用得有效了 生产总值升 都没有用 但是用能源都不需要用这么多 不是 能源照用多 不过每个单位 比例上减少了 比例上减少 对 这个数字游戏 其实是继续破坏环境的 是 只不过呢 如果你制造一架汽车 破坏多少 现在制造一架汽车 就破坏少了 多了很多汽车 就是始终你不能说不多 不多 经济生产总值不进展 这个游戏 如果经济生长这么高 那你有没有可能 就是那个 环保不是破坏得 大了呢 这个就是很有趣的 这个背后就是经济说 就是我们要环保要经济 大家好像 就是 红与 红与红掌 就不可以两个一起来 是吧 红与都conflict 是的 就是这个其实 我们将来我们会 一路一路在这方面 探到多些 好了 还有就是 他最近在Sydney那里 那个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 也都大家都说 气候的变化 能源的安全和清洁 即发展的宣言 那香港呢 也都会设实履行的承诺 那希望呢 是 在2030年来很久 能够在能源强度 在2005年的基础上 要减低25% 那之后再减 不是减超13% 那麽简单 是会再继续减下去的 OK 好事来的 即是我们能够做到好事 好了 那他怎样做呢 他说了 他会用立法强制制衡 建筑物能源效益的守质 的建议 咨询公众 哦 先问一下 那第二呢 就是 第一阶的家庭家电产品 强制性能源效益的标签计划 标签 就是说给你听啦 你一定要说给人听啦 那明年初呢 完成了立法程序之后呢 我们就会再 随即是计划第二个阶段的涵盖范围啦 那 那 我始终经常都感觉呢 很多这个 这类的问题呢 用一种 即是法律的强制方法呢 我觉得是 长远来说是 有很多问题 我觉得应该是 不是 如果它有一个政策 你是要有个法律的back up 才能做 这样的意思 比如你要回收 那你要强制它 要收回 不然它 扔掉它就算了 嗯 那你收回拆回那些 比如那些电器 你收回拆回 其实是比整体贵贵 是啊 是啊 那变成了呢 国内其实早已在 卖的时候已经抽了税 而那个卖的生产商 它是有责任到时收回它 拆回它 嗯 就是这样来保证 不会有一个环境的 嗯 因为你 你其实已经收了钱 只要你交回它 就行了 那其实国内 就可以做这些事情 我已经做了 开始有这些法例 OK 好 我们所知道 香港的建筑行业 建筑的废料 差不多是全世界最厉害的 大家也知道 你拔掉新的 那些浴室 那些东西 就 很厉害的 你强制不让它 要是你不要弄给它 就是居屋 那些居屋 那些人有钱 那你整好 那些人一人火 就弄烂了 一搬去之后 就重新再装修 那些人不要给它 省下成本 那它有 现在有一种居屋 是给你一个磕 连水泥都免你 给你油 还给你一个浪 自己去弄 那这个可以避免这个问题出现 那好吧 那这个觉得是值得 值得鼓励做的东西 那还有那个强制性 那个能源效益的标签计划 我知道在外国是很流行的 外国很多消费者的雜誌 都常常是很强调的 那我相信香港消费者 其实都可以做这个东西 那是不是需要强制性呢 我始终觉得这个问题 因为很多东西的强制性 背后有很多反效果 我待会大家有机会再讲讲 好了 那它就打算做这个东西 那我暂时的想法 都是觉得 这些东西 应该用教育性鼓励性 尽量不要用法律的手法 就成为强制性 我应该用一个消费者的教育的手法 那就是消费者 你去找这些这样的产品 那你都会看一下 他那个标签 有没有这方面的能源效益的标签 那当然 我们法律上应该说 你不可以给一些假的资料 人家 那这个就是 这个一定要有 那但是你接不接下去呢 我觉得用消费者 那个自己的选择来推动 你消费者买一个电器用品 那他其中一个参考 买不买呢 就看你那个能源效益 那始终香港是一个电费很高的 商业是几高的地方 那消费者也有动机 是去买这些这样的产品的 好了 那如果你说我没有这些这样的能源效益的标签 那些商家呢 就大家唯唯唯 我全部不给你 那看你怎么选择呢 那样 那样 很简单 水货 水货是怎样呢 就是平衡进口 譬如 我要一个收音机 有些很省电 有些很不省电 但是不省电 那些低音非常之强劲 那我当然喜欢低音强劲 不省电那个 那你就完合了 一定要买些省电 但是没有那么好听的 那我立刻可以想到平衡进口 做水货 帮人带水货 那也就是ng 那我们是一个开放自由的社会城市 我们的国界根本是在地图上的线 没有存在这种东西 一定是有办法可以进来的 即是有机会有些产品是省电 但它的效果就因此而不太好 音乐器材是这样的 肯定 我们其他都是的 浪费电汽速它当然好些 哦 那变成香港人现在这么有钱 如果他没有什么环保意识 觉得我私人可以去做 也是这个问题的 如果在这种情况下 你强制的标签其实都没什么意思 从来强制都不会成功的 我的感觉也是觉得 其实我们很多问题 都是这些强制的法例 是做了很多其他的问题 是影响我们原意的 原本的意思的 始终我觉得是一个教育 最终最终 是要用教育的方法 我们自动自觉 是将我们的视野看软一点 不是说我们自己个人享受多少 我服务了多少 就去做 就要看看我们能否服务 不是你自己能服务到的 我一听到强制这件事 我觉得是长远来说是不好的 其实背下有很多其他的问题 或者顺便这里都讲 下面我有机会我会讲讲 这是外国的很实在的 出现过的问题 好了 我们认为 暂时我都认为 很多这些东西都是强制性 都是不一样的 用教育的方法 好 好了 他说 减低温室的气体排放 就是二氧化碳 政府说 以身作识 将来的天马南 政府总部大楼 会做二氧化碳排放的审计 最进行排解的运动 其实是好的 没什么不好 这是非常好的 政府有这样的能力 作为一个全香港最大的公司 他应该是做这种东西 好了 接着就是电力公司的减排 因为我始终都不太清楚 到底香港空气污染的来源 是否主要真的是那两间电器公司 因为我曾经有听过 香港的污染的空气来源 是大陆的珠江三角洲的工厂 所以我们做什么都好 如果风向一不正确 他们一开工风向不正确 香港做什么都没有意思 但现在我说的 就好像说不是 其实主要的来源 都是两间电厂 那他说 政府应该怎么做呢 他说 将他电力公司的回报率 是和他是否超越排放上限挂钩 意思是说 如果你是污染得很厉害 你那个回报率 是那个比例要减低你 就是这样的意思 怎样减法呢 不要说 不要说 就是挂了勾 可能是一种做法 就是说 你不能超过某个界限 他不知是否要观察他 或者他可能一定要自己做个报告 自己会不会将他 那他过了又怎样呢 那你回报率就减低他 那你回报率减低他不发电 那你回报率减低他不发电 怎样呢 现在香港只有两间电厂 他都兇了 就是说到好像可以控制他们 怎样去发电 用什么发电 那样 除非你就是强制性 或者开放了电 即是供应那样东西 那样东西 不如你说 你准你弄第三间电厂 在深圳 供电给香港 那样 不过你用能源效益好的发电 那样就可以的 那样 又或者你准备第三间电厂出现 在香港 得价很多人肯投资 就是搬过来 不是经常说 搞的 即是你除非是这样 如果你这样 那样 他不听你又怎样呢 李嘉诚不听你 即是你 敢不敢不听 当然不听 你有第二间电厂吗 那我喜欢怎样搞 就怎样搞的 我觉得 李嘉诚一定不想 因为电供应不好 令整个香港经济 对他来说绝对不好 可能受害最大都是他自己 如果这件事发生在香港 是吧 即是 我不知道那间公司 会不会去到 他那个提议完全没有意思 是吧 即是你看真一点 他其实没有说到 要限制那间公司 用什麽方法去发电 只是说可能 你用便宜些 好些的发电方法 我们就把你回报 给多些 可能 最简单 究竟提议了什麽 他完全没有说过 其实完全没有提议了什麽 是否用风力发电 是否鼓励他用风力发电 可能会贵些 他说 不一定贵些 不只贵的风力发电 是不可行的 不可行的风力发电 因为我们的衰电量 是非常当之高的 风力发电 不是 它是部份 部份是多少% 5%都没有 是 风力发电 5%都没有 我给到尽量 但是你不要这样子 如果用风力发电 5%的香港电 你看到维多利亚 港南瓜道那边 就有很多座 那些风车在那裏 你能否接受得到 不是 不单止这样 原来在外国 这些风力发电 的附近那些人 家里的电视 电力的接收 是乱了 他干扰了 他收不到 收音机听不到 电视听不到 看不到 看不到 这件事 真的不是这么简单 还有很多东西要考虑 好了 还有新的规管安排 必须要令电费下调 即他用什么手法 要你减 我们过去看到 这些所谓的电力公司 要积累公司 他们没有东西 他们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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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资会做得很高 有时和政府那些公务员那些 一样高 因为没有东西 是吧 你都给了个发电厂 成本加大 他不是根据 资产又再增加 这是很明显的问题 但为什么会 当时 什么人想出来 让他这样做 谁想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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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荒谬 大家都知道 谁人都会这样做 你让我拼命 有新的机器 新的仪器 弄得大了大了 虽然没用得这样做 这么明显的问题 为什么当时 更明显的是 96互发电 会比香港三成的 就是变电费 你知不知 是吗 96互发电费比香港三成的 以前是 一成这样 10%不太清楚 现在的分别 已经这么大了 那为什么 不把香港的电筹 叫中华发电 发迈给香港 那就更加 让他垄断到 他更矮 其实这个问题 我都在 有不同的场合 都听过 他们那些电力公司 当时是 其中一个政党里面 请他回来 几个高级的总裁 都给了很多 DPR的资料 我都拿一拿过 他强调 香港的供电 那个稳定性 是数一数二的 那样 那样 其实也很重要 整天做了些东西 就停电 香港很少的 意思是说 我们香港是要付钱 但香港的电的供应 的质素是很好的 大概我都觉得 是同意的 这个不是理由 他意思是说 你要很质素的东西 就要付多钱 可能问题是 是不是真的要这么高价 才能做到这样的服务呢 我当时就这么想 当然是 我为什么不再厉害 又便宜又好 又贵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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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简单 只要把电纜 银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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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银 那边发电给我们 立即便宜 便宜 便宜了 他说其他的设施 电力的Grid 是他们的 就禁掉了 那你要再重新铺 不是 不是重新铺 电网在那里 我照用电网 电网是他们做的 是电灯公司的 必须便买了 我的意思是 现在香港发一度电 和大陆发一度电 以前的价钱是差很远的 大陆便宜很多 是咯 即是如果我们将香港和深圳 很近的 连一连网 由深圳那边发电给我们 是 立即便宜了 是咯 当时我听到的感觉就是这样 如果你这样做 那我们的那个 reliability 是吧 我们就不能保证了 即是有些威胁你们 是吧 可能大陆那时 一会儿离开 一会儿不离开 一会儿有问题的时候 我不保证了 我们现在的水都是这样 有什么事我不跟你维修 现在的水都是大陆给我们的 是咯 又不见他 水是政府的 不是水是在这儿 在这儿 电就要时时 对 到时要放出来的 不紧 电是说发电机组 有多少机器发电 有多少伏特的电 是 其实可不可以 给一些小型的电厂 生存 比如在住宅区 整个 在屋顶 整个发电机 这样 这些当然可以 是不得价 办法的 现在是专利的 其实是可以的 你明白吗 只不过 喂 如果他再这样跪下去 我可能非法发电的了 哦 即是你这些手提几火 就够我整天好用的了 即是入入两瓶火水 就整天好 网上很多这些 教你很低能源 迟早出现这些现象 你这么贵 是不准的 是犯法的 这是专利的 那你不给小型的发电工资 这个公平竞争法 是否可以处理到这个问题 当然可以了 哦 当然可以了 有一样东西 即是你如果出现壟断 不正当的壟断的情况 打官司 法庭 判了你输 那你就要 给其他电厂出现了 但这个这样的法例 其实不用公平竞争法 大家用一个常理都可以知道有问题 那为什么会容许这些不公义的存在 因为投资太大 如果你整个电厂投资太大 你一开始就自由竞争 第一个出来投资 他又不肯 就不肯的 OK 那所谓不公平竞争 欧洲的观念 都没有说到不准你有专利的 但是呢 就要监管它很重要 嗯 还有它的观念 在欧洲来说 是不准abuse 那这个法例 他都可以用的 我这么辛苦 投资这么多 你又中间 破坏我 那这个不公平 他会拿回法例打你 你不公平啊 我这么辛苦做 你又没有做这些事情 就让我法庭判断 你起码有得去告 你没有法庭判断 你没有法庭判断 是吧 嗯 所以你不要倒过为因 就说有条法庭判断 他反过来告你 就死了 你打官司 不用死了 那你没错 你去打官司 当然是死了 但是我如果集消费者 或者一个商会 去告某个行业 你和微软打是一定会输 你跟其他远近公共商 一起打官司 那你就有得打的了 是 我觉得是 是很简单的 有很多治疗的事故问题 比如自闭症 那些十分仔 然后几千个家庭 加上不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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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啊 那很多事情都可以做得到 公平竞争的意识是很好的 但是有些人说 做起来不是这么简单 可能有反效果 我觉得都会的,因为我会讨论到其他那些方案,其实他愿意好像很好,但其实在俄国已经出现很多问题,背后是帮助,就不是他想帮那帮人,是帮助了另外一些,我们根本不应该帮那些人的,到时我们会继续讲的。 好了,接着就清洁能源那方面,为了保持能源质素的干净,我们建议立法规定,要所有工商作业的程序,必一定要用超低流的柴油,取代工业的柴油,就是diesel oil,diesel fuel,不可以这样。 现在好像普遍都是的了,是不是在工业运作的方法?不是,那汽车是而已。 立法规定,司机停车之后,必须要关掉引擎,改善路边的空气质素,以及研究所有港内轮船使用高质的燃油,重新研究应用高科技推进汽车使用道路收块。 我始终觉得很多这些做的东西,其实是会很繁复的,道路收费。 那能够阻挟哪些人呢?阻挟那些有钱人啦! 有钱到香港这些,钱多到死的那些人,根本不在乎。 好像我最近,我发现香港养车真是惊人的,我配了一条铰匙,即是有些控制开关的铰匙,一千六百多元。 我只会呆了,呆了,一千六百多元。 看看你的家车是好车啦,你的家车是贵的啦! 是年车车来的,Honda,Honda Stream,七人那些车仔,我一向都不开车。 最近уст глаза那些儿,然后爸爸妈妈长小孩, 然后我才开始做过这些车。 因为以前,我没有了,我挨一個弟弟那 truck, 一约都是iyang 一千多港幣不是美金 我經常這樣想 我心想香港真的很古怪 我不相信這條市在外國需要這麼貴 你只想想一條市 這是電子電腦做的事情 計劃了它就可以 它會拷裂一千六百多元 這是真真正正的 我今天才遇到一個問題 香港是一個很古怪的地方 香港有很多行業真是很賺錢 香港肯養車的人多數都是不資在 所以推動這些使用公路收費 是真是多餘的 養得起車的人都不在乎 電子道路收費 醫生你又不在香港 你記得有一年推行這件事 結果暴動的人 我知道當時是 八四年頭 因為有很多公用汽車 有些的士怕洗 對 就有此因此不同 這個不是一個妥善的方法 為何人要開車 要令人覺得不需要開車才是 比較貴一點 不用擔心 它是研究 研究很久了 施政報告最多是研究項目 是的 還有得士司機停車後 要關閉引擎 我真的想想 效果會有多大 不停的 如果有錢人有個司機 那司機停了我上車 這麼辛苦 怎能行 那你會兜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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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想想 大家想想 仔細看一看這些法例 是簡直是恐怖愚蠢的法例 搞得香港今時今日金火 這麼多問題 適應不了 所以施政報告這件事 真的要小心提提 我們有空又再看了 是的 我們會繼續 大家有興趣 就上網看看報告 我們就到第十月 我們會時不時回來講 始終覺得 挺重要的 如果做錯的事 我們又受苦是我們的 所以真的要看著 好了 時間關係 我們就先講到這裡 先講到這裡